弟弟是专业的菜农,我们去他的弟弟看看 早晨的田野格外清晰,各种小动物欢歌不已 村里都是这样的水泥路,太方便了 阿婆着急去给稻田加水 妈妈放着音乐,脚步轻快地走在田野间的路上 稻田刚插上秧 秧苗已经焕发出生机 田间的路很粗糙 妈妈已经走出去很远了 跟着已经长出苗,我们到了弟弟承包的地 到了黄瓜地 中午豆腐 放下水 边运补 鲜圈 希望有点 practicing 鲜圈 放下水 放下水 鲜圈 放下水 鲜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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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种颗寻的 这次给你走 这里没吃 很可怕 所以不怕 大哥 很快 不怕 不怕 很快 不怕 你才能拿到 这次 這裡有泰草 這裡有雞腿 雞腿 也有雞腿 我把柱油冰蛋吃 就要不吃 所以就要吃了 咗我的roll家 這裡有垂草 就像是你比一哈 在哪里的周围 才是饭感的 就是鱼 你无故还要再渴了 在鱼里的周围 我人开梭赛 我们用一片的鱼 那就是这一片 我们也有空谷的鱼 这就是 偷偷并 有空谷的鱼 其实是无法 因为我们把鱼 看看菜地里还有什么 这是刚爬架子的姜豆 第一批玉米要开化了 第二批玉米刚施完肥 第三批玉米还是小苗 这一大片是狮子甜椒 开始结果了 甜椒长得很萌盛 这是广西有名的利浦月 整齐地向守卫的士兵 第一波黄瓜已经扎过了 第二波黄瓜开始长疼 蜜本南瓜铺了一地 厚厚一层像带了碧绿的毯子 开花了很快就有果 南瓜烧很好吃的哦 一来一百多斤呢 没两个人弹 饭都下去吧 辣椒乱来的鸡吧 我要跟你们去摆摊 路上小心吧 我们慢悠悠地走回家 记得点赞评论关注我们哦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by bwd6